哇 Come on This time Toncy来了 国军义工队成立于民国47年 这许多年来他们精彩的演出 是苦闷的阿兵哥心中最大的慰藉 看过他们的表演 部队就充满了活力与朝气 义工队的成员不但在舞台上能歌上舞 连班道具 大灯光 这些粗魂他们也都要自己来 所以每个人都是多才多艺的全能表演家 演艺圈很多大科技的人物都出身于义工队 今天Toncy来了 就找到两个身怀绝技的老战友 让他们告诉你 即将走入历史的义工队 有多么让人敬感 Toncy来今天主任 当然还是Kon勇跟CD 我们的客人他们 曾经有偶像的身份出现过 风靡了很多人 可是他们现在用不一样的方法 带给大家很多的快乐 第一位我们欢迎曹锡萍先生 欢迎曹大哥 我们的第二位贵宾是黄仲坤 欢迎黄大哥 你这样叫我曹大哥这样好 我觉得很不习惯 那叫你什么 因为我们是 Y世代 所以我们的close 你就叫我Danny's house就好了 不行 我讲不出口 我不叫Danny嘛 那曹嘛 TSA或Danny's house 他叫Michael Pong 可是我不叫你大哥 我会觉得自己没礼貌 你的戏为什么发音前天那么不雅 因为吵什么发音都很难听嘛 Danny跟Michael 要不要看Danny以前的扎行 我有 哇 好日本哦 你猜猜看他衣服谁做的 你们猜得到吗 洪伟明 对 你怎么那么厉害 你已经看照片 我没有啊 因为你们那个年代 还不就那几个人 洪伟明就是会做衣服 洪伟明那天骂你太过分了 说你扭的太厉害 真的耶 对你说你们模特哪个不扭啊 我把他扭下去 你们已经开始了吗 你们那模特扭的不厉害啊 哪个不厉害眼睛还摔倒了 已经开始攻击以前的来宾吗 没有 因为刚刚我一进摄影棚 然后那个曹西平大哥就说 小意思以后谁骂你 你连线给我帮你骂 我谁不骂我怕谁要我 我跟你讲 我在台中开可力饼也没关系 我每天观众进来 客人来买我的可力饼我照骂 客人买你可力饼要骂他 我对骂啊 不是他就 不是一个可力饼90块到120块 然后他画一大堆 你这个给两个 然后来电视下面回 下面回问了一大堆 我说你要不要吃了 90块怎么讲话讲那么久啊 你好可 不是 然后我上面写说 请自备零钱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应该自备零钱 每个人都拿一千块来 我一个礼拜六 早上从早上到晚上 那么多人 你又不是计人车司机 你怎么可以就跟他自备零钱 不是 我要找多少零钱啊 是是 你以前在那个时代 就有这个脾气吗 其实我以前就很冲 你看曹西平这一张 老师管你有没有来啊 你怎么都不讲话 你怎么找 我找不到那个空 你讲话先是吗 那讲两句嘛 因为你这个 不是 因为你这个人 没有动号你知道 所以我们自己要这个压力 能够跟他一起上节目 我感觉也是很亲切 在我眼里 他像是一个小老弟一样 你这些背心也太厉害了一样 而且你是不是帅伤 不会啊 我看到黄中坑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你知道 他真的是好好先生 有一次我们同时上一个节目 我就觉得这次的单位 真的很坏 你知道为什么 他看我不好欺负 他就不敢叫我怎么样 看到黄中坑来 我那天说黄中坑 你来炒菜 你怎么带那么多菜来干嘛 他说没有啊 他们说他叫你买啊 你忘了吗 你去炒菜节目自己带菜去啊 对啊 因为我是上一集嘛 我炒完了以后 因为他们都帮我准备好了 你知道吗 我说来那时候 都已经不干你的事 你也要跳出来讲话 不是 因为我不怪 你还被欺负 不是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 我说黄中坑 他说没有 对 美凤友约那时候我想起来了 因为他们那个 我要准备的那道菜 我怕他们找不到 因为我是那个 在地上爬的那个锅牛嘛 那我平常我知道在哪里买得到 所以我就自己买来 我怕他们买错 所以我不会做嘛 是这样 所以不是 不是被欺负啦 就是不会啦 你怎么在那里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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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秀子干嘛 他根本不是那个 美凤友约 你根本胡说八道 你记错了 我记错了 是他那一台 你们两个以前是很好的朋友吗 因为黄仲坤那时候出明歌 你说过嘛 对 我是明歌手 你说过要到很远的地方 就他唱的 我是跟他 我们比较走那个气质路线 黄仲坤当初出来的时候是抱着吉他 然后是大学生打扮 对不对 对 在夹课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强调肌肉的线条 其实我从来没有刻意强调过 只不过是因为 你今天穿这样子 你今天还敢讲 可是你们今天不是说要谈那个当兵的话题吗 那也不用穿这样 那我是陆上队 我当然要穿代表陆上队的演战 黄仲坤可不可以轻易到这边来一下 你看他还穿那个鞋子 军圈 人家很敬业还要被取秀 还有子弹 可是其实平常我私底下其实也几乎是这样子啦 你私底下是这样子 我平常因为常常除了表演工作以外 大部分时间是在荒郊野外是这样比较方便啦 干嘛 我喜欢看山看水 你以前偶像路线的时候是哪一种就是 我以前就是那种弹吉他的那种嘛 那个时候我的成名学像是 数着翩翩的白云我离开了你 你却把春春的相似我留给了你 牵挂的是红紫颜的你 放心不下也是爱哭的你 很好 后来 好像后来就过他的活动会常常用到这个歌 对他随着每个人的心境 就你可以稍微做调整 那我前一阵子参加那个五年级的歌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歌词稍微调整一下 唱成说 数着一根根的白头发我今年四十集结果一次婚又离婚 儿子国中二年级悲欢离合没什么了不起 人生的道理天天都要学习 这是我的体会 好感人哦 你真的很放得开 就是因为我在白云工作上也已经有二十年 结婚一次又离婚你也可以编到歌里面去 这是事实吧 那有的时候这个人生有时候回头一看 因为自己做演员的关系 觉得还蛮精彩的 可是每一段也都带给我很多这个故事 你参长讲这些感性的话好奇怪 你不是应该去打仗 在看外星人 铁和柔情 你觉得曹西平有唱成名曲会这么冷静的唱吗 我记得他是动感五星 处着偏偏 我离开 不要你 你这样表演很侮辱我 我不是带老师啊 曹大哥你跟他 曹大哥你出来一下吧 那个包吻民是同一个那个年代 我告诉你包小松 包小柏 那个时候他们就是以我刚刚你拿那张唱片 《九月星空》他们考进立歌唱片了 还跟我借那个录音带去练习 唱你的歌去应征的 对 那个《九月星空》是陈彼得做 大概都不记得他了 什么 Peter Peter Chen Yes Yes Peter Chen 都不记得了 Danny 可以请你出来一下吗 来一下吗来一下 老师 老师你做那个歌我都唱不出来啊 你还有什么歌唱得出来吗 九月的星空 期待你的温柔 你怎么站着唱啊 不是 等一下 老师等一下 等一下 老师你抽签了 好 情绪好容易激动你 不是 不是 因为我们每天 你这个情意义不很大 不是 揪她的 你是 不是 因为我觉得说像我现在在台中嘛 我在那个台中公园那边做可力饼 我每天要讲很多话 所以不像我们以前是没事出来表演唱歌而已 对 所以现在声音都没办法唱 我现在歌都越唱越低 然后那个情绪都没有办法说 很feeling很好 正常人卖饼他有讲话是你 你是爱骂人你 我怎么卖可力饼要讲话呢 你就做饼然后给他 他喜欢骂个人啊 那客人进来是不是说 你好 欢迎光临 你要吃什么 你哪一个星座的 因为我上面都是星座 譬如说巨蟹座是巧克力加玉米碎片 然后是植物是双鱼 商业学校 对 草莓是双鱼座 然后譬如说水蜜桃是水瓶座 就是游戏 双子座是香蕉叫巧克力冰淇淋 就是说有一个特色在 那我每天要讲很多话的原因是说 所以表示你现在唱歌不跳舞了吗 我还是跳 但是为了你身材走 双鱼圈的小钢炮 曹西平谁都敢骂 首先遭殃的是店里的客人 我说你要不要吃了 九十块怎么讲话讲那么久啊 接着是Keybo老师 等一下 老师等一下 老师你跳铁了 还有包伟明 他基本上那个是比较台客人一些 没有办法 谢霓金也遭殃 我的谢霓金也哪里美啊 你身高都不到160 你知道哪里美 连制作人也背骂 那看那个制作人什么 黄伟宗啊 真人熊 这些人什么鬼嘛 甚至主持人也不放过 你二十二十五年以后 你把你的照片拿出来看看 你现在跟下衣啊 你戴洋套是什么样的 哇 可怕 哎 可怕 我啊 你看 我现在看这个时候 哦 啊 啊 康熙来了 这表情你现在唱歌不跳舞了吗 哇 还是跳 但是问题身材走山 可是他刚刚跳的 我不想他保养得那么好 他刚刚跳得很起劲啊 不是 因为我像整个 这个 因为每天坐着你知道 你整个整个这个 然后要照舞 你以前不是还踢腿吗 以前 哎呀 我以前在义工队什么都来啊 你的舞技有超越包伟明大师吗 他不一样 他基本上那个是比较台客的路线 我没有办法 你有看到他上船吗 有啊 你跟他的穿着 我真的是没办法接受 然后你更棒 小S你更棒 你还重复的一直 你也想 没有跟他有一样情节啊 会互相竞争 基本上我觉得 如果包伟明在我那个年代来讲的话 其实我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他 因为他的表演 我们会觉得他也小孩子 包伟明 对 因为我们上台我们的服装啊 他是穿那个好像那种 运动裤 运动服啊 然后一直 然后我就说这下什么舞步 然后一直在 不是很厉害耶 他那弹力超强的耶 对啊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 他的表演方式 我就觉得说 因为跟我的不一样 你的舞步是哪一种 我的舞步就是有点像pose 你知道吗 像我有六个舞蹈 像我那时候 我有教练 真的叫Danny嘛 我没有骗你嘛 对啊对啊对 这米国71年还72年 这是我的舞步那时候 最大的特点是屁股 但是现在都胖都跳不太动 来来来来 还要拉一下裤子 你看 外套要需要脱吗 不用 老师老师了 你不要音乐了 你不要音乐算了 你音乐配也配不起来 是谁 你是谁 你是谁 你知道什么歌手可以这样子 夜行青春嘛 对对对 青春 飞个黑黑羊 夜行青春 逃到这边 蛮会扭的啊 你现在还是绿绿腰 你先跳点 因为这个腰都是肥肉 所以跳点不好 不会像以前 我们以前是这样 你要唱一段吗 来一段 你还记得歌词吧 一定ま不了 好了 买给你 没有我真的是不记得 我最记得是这句 那你唱了一段你记得的 我只记得 飞黑黑羊也心青春 飞黑黑羊也心青春 然后青春这样 你很土啊 真的很土 真的很土 你還敢捉人家台客咧 但是你要知道嗎 話說回來二十幾年前 這都很流行的 是啊 那那個時候 你看一下跳一下喘得要命 你看以前 還OK吧 還OK吧 以前跳幾場都不會喘 現在你看 我這樣精神 所以你已經很久沒跳舞了嗎 很久 很久 可是我論坤一直都 我偶爾會去夜店跳舞 你都去哪 不一定要有音樂的地方去 所以你以前年輕當歌手的時候 反而不跳舞 現在會跳舞 以前那時候我比較被包裝成一個 比較乖的那種 那種 那種好像什麼什麼 學生情人那樣子 你黃中坤有一組照片 蠻有名的你有沒有見過啊 真的嗎 裸體的嘛 是不是 他跟外國人嘛 對 為國爭光 你看 開始的時候還蠻 蠻浪漫的 對 浪漫 就是兩個人在情畫面 對 哇 哇靠 好 接下來就 微露 對不對 對 他就很好嘛 他是蠻好的 我們拍這組照片 總共花了15天的時間 日夜相處這樣子 那因為它是一件比較特別的事 日夜相處 晚上也要帶他去吃宵夜 所以沒有 這一段時間有發生感情嗎 蠻好的啦 因為我是地主嘛 總是要盡一些地主之意這樣子 哇 真的是 你其實在做偶像的時候 根本完全不是這個路線 不可以做這種事情嘛 嗯 而且你那時候偶像也不可以太露是不是 出去不能講話 對 然後什麼有女朋友 那不是把曹基平憋死了嗎 我以前真的是快瘋掉了 那時候 那時候有叫憂鬱症 那時候就叫憂鬱症 你那麼愛講話 不是 因為那時候還有一種叫什麼 就變成失語症 怎麼是很小意思 你們來上節目好高興 對 真的很開心 有啊 他們以前上過我那個來電舞席 在海邊啊 他跟他姐姐兩個人啊 大熱天的 早上七八點耶 來電舞席不是真有節目嗎 你去幹什麼 他們去表演啊 然後那時候我們兩個活潑了嗎 沒有 就一次都不講話 那時候覺得好像你們好像怨氣很重 跟公司好像搞不好 然後你們來上節目好像就 真的也是搞不好 是啊 那唱片他都叫什麼 神仙唱片公司什麼 忘記了 算了 那個時候其實不只是唱片 圈對我們什麼偶像的形象 比較管理的嚴格 那其實整個社會風氣 其實都是比較保守的 OK 請問你們兩位加入那個義工隊之前 就已經是明星了 我是 我是 我是在西餐廳唱而已 Piano Bar 那你怎麼進得了義工隊 有啊考試啊 就 那時候考試因為義工隊比較 過得比較好嗎 也不是耶 因為那時候愛表演 因為你想說你當兵之前 你就在Piano Bar唱嘛 然後彈鋼琴 自彈自唱啊 然後就是表演 然後覺得說去義工隊 可以學點舞台經驗 考的時候 考些什麼要 唱歌啊 跳舞啊 一考就考到了 嗯 在義工隊真的就比較輕鬆嗎 對不對 其實沒有耶 我是沒有耶 我們是在陸戰隊的義工隊 我們有嗎 你講的話不是奇怪了嗎 其實沒有很輕鬆嘛 對啊 哪有很輕鬆 累得要死 比一般很累 是你自己要考的 有什麼好抱怨呢 當然會抱怨啊 因為覺得想像真的 跟實際上進去的不一樣啊 那你本來以為是怎樣 我本來以為是說 每天一個禮拜大概演個一場啊 然後我就休息 結果不是每天都在演 結果最後上台都好害怕 那需要演至於 還要去做一般那個軍人的操練嗎 要嗎 你不需要拿著槍操練啦 可是如果說任何一個演出的話 我們上台的時候我們是演員 可是私底下我們是要裝台啊 是要扛道具啊 做卡車這樣子的 還要燙那些女生那些臭衣服啊 套下來舞蹈衣服 那臭的鑰匙 噴酒精在一起燙啊 你一定邊燙邊罵 對啊 邊怕邊罵 吵那麼厲害 汗流那麼多 揍得一趟 氣得要死 可是你們起碼不會被整 會 就不用 不像菜鳥被牢鳥整那些 會 我們是精神虐待 怎麼虐待 因為裡面一定有政戰的 你知道政戰的嗎 政戰的還有一些 大官的兒子啊 他們大官的朋友啊 有關係進來 很多那個吃飽飯沒事幹 我們稱他叫什麼 幹嘛指我 什麼 米蟲啊 很多 幹嘛指我 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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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米蟲是大牌啊 不一樣啊 他進去的時候已經是大牌了 他已經是出唱片了 那你進去的時候沒有名 沒有沒有名 我都是沒有名的 所以你這種大牌進去以後 日子很好過 伏兵衣的時候 我是到了普通的野戰部隊以後 然後因為 我們每一年有個叫做 文藝金像獎 那我是任務戒掉 才調到義工隊的 那義工隊裡面 一天的schedule是什麼 就是每天 其實我們的體能啊 上面也是要求很嚴 那對我們義工隊來講 每一年啊 每一年十月的那個叫做 文藝金像獎 是我們每一年的大詞 很重要 很重要 跟那個演習一樣大 那我們陸戰隊上來 因為我們的管理特別的嚴 所以在陸戰隊的 隊史上面 我們逃兵啊 那些都比較多 可是我們在文化 在藝文上面 就常常替我們的 陸戰隊的名聲 駁回了這個 很大的 很高的分數 所以你們也有表演那個 棒殼金跟老抱笑嗎 不一定 可是 那是什麼節目要表演那個 沒有 你叫義工隊表演 都沒有 有棒殼金還是 義工隊不是表演 義工隊表演是基本上 要宣揚我們的 藝文對 國軍的那個 真的啊 不是鬧軍啊 什麼棒殼金出來也要 可是我們比賽 我們現在講的是義文競賽 那你們要表演什麼 什麼 芭蕾舞 現代 芭蕾舞也沒有給老輩笑好吧 你們 都要 都要 你們兩個都有跳芭蕾舞嗎 有 都要吧 沒有 那個老師會看你跳的是不是 哪一種啊 所以你有跳芭蕾 我後來不准我跳 我跳得太難看了 我跳舞可能比較沒有那個細胞 所以跳得跟 跳一下嗎 跳一下嗎 芭蕾那一段 那個時候我們隊上有 胡瓜楊帆 有他們在 他們在跳就行了 他們跳芭蕾舞嗎 他們以前真的跳得很棒的 胡瓜你不要看他腿短 他可跳得很好 只是他現在變得胖天鵝 沒辦法 那些刀面前都是什麼是歧視的 所以後來你的路線是什麼 我的路線比較是就歌唱方面 然後還有台道具啊 那個比較 像他們後來表演喔 後來我們 部隊上也有那種雙人舞 可是我比較被分配到的就是 我們有女隊員嘛 有女隊員 那他們就會分配一些 比較胖的 別人抬不動的東西 整個人就完全只能靠體能就對了 然後我告訴你 還不能講話 因為你是當兵 他是雇員 就算他重你還不能講說 你很重 還不能講話 對 他們地位比較高一點 他們是被請來的 對 他們是被請來的 他們可以甩頭不幹 我們是就一定要當兵的 我們會被關緊閉的 前面那個牌子寫 G2是指芭蕾舞的事情嗎 就是我在義工隊的時候 我第一次進去演出的時候 那我們都要穿芭蕾舞的 像衛生褲的那種太子那種 對 那隊長他就想說 因為我致命度比較高 就有點像類似 就是出了唱片去當兵 明星 像貓王去當兵 或者劉文森去當兵 那一類的 貓王那太離譜了 反正人家認識我 所以就安排我去演出 在旁邊 他一直吐槽 不是 他隨便比例一個 說劉文森飛行文就算 他比例一個貓王 什麼貓王 貓王也是出過唱片去當兵 貓王可以 貓王 那他想我的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就安排了一個那種 芭蕾現代舞的那種舞 然後他就叫我第一個人 帶著隊員這樣走出去 那我什麼狗屁經驗也沒有 然後就叫我穿個衛生褲一樣 就是包一包東西 然後 然後 演出 走還要走那種 五級的那種 我哪會啊 那 就走出來就很難看你知道 那一走出來 台下就已經 笑得倒成一堆了這樣子 那個是我很尷尬 我希望地上有地洞 我可以直接穿進去 很奇怪 你後來那麼愛露 有什麼關係呢 雞突 不是 你會怕自己不夠大包 你知道 人家會幻滅 人家會幻滅 因為其實 其實像我們 彈吉他唱青春歌 也就背了一個大包包出來 對 其實像我們 像我現在已經是快50歲的人 所以比較叫做 是高齡的猛男 你哪有50歲 四年七百 怎麼50才 就47嘛 死生五入不是50啊 對啊 我四年八半 還好幾年好不好 拜託 可是就是說 你做 這個年紀還是在被人家當做猛男的時候 其實 就是 一般人對你會有某種期待 可是事實上 你已經 沒那麼 所以有的時候 其實 其實 沒有那麼想像中的那麼 可是我們並沒有在聊這件事 沒有 你說猛男 你加上猛男 沒有人在想要講猛男的心 我說私底下 私底下 而且 你又不是在吹牛 你是在懺悔 不是 你一直問我說穿這樣子幹嘛 所以 他問你一共對 我問你一共對 你說你現在已經不是我了 好 所以你現在很心酸嗎 不是 你問我說穿那樣子 為什麼會覺得心理壓力很大 OK 所以說 沒有那個實力 最好不要被當成這樣 人家說不定把你想成怎麼樣 結果 你一來就這樣子而已 OK 所以後來你就不再穿緊身褲了嗎 我私底下會穿衛生褲 如果天氣冷的話 就表演了 比較不會在那個 這個舞台上面穿了吧 那你在義工隊裡的招牌節目是什麼 我就是抱著吉他唱名歌 那個是烙君嗎 不是 烙君 都是烙君 所以義工隊主要功能是 就是烙君 馬祖啊 金門啊 澎湖啊 什麼南沙東沙 就讓弟兄不會無聊就對了 對對對 就是三節嘛 康二節嘛 中秋節啊 那有收入嗎 有啊 15塊 我那時候是 15塊好像 你同期的大牌是誰 徐乃琳啊 那時候她要上台都上不了台啊 她就在那邊接電光 那個電燈啊 每天在那邊看那邊接電燈啊 那時候她還沒有當藝人嗎 對 她就在那邊負責接電燈啊 那為什麼不能上台 她問你一陣啊 有啊 她唱完歌以後那個 隊長就說不用了啦 比較客氣說不用了 對啊 她就上台 她就不是要試唱嘛 你一定要試唱嘛 她也是上台唱劉文正的歌 她最愛唱劉文正的歌啊 她上次也有來唱 隊長看 隊長不是隊長看完以後 你還是弄燈光好了 真的嗎 他們後來都很紅啊 為什麼會被你們隊長看那麼 那個洪希因為徐乃琦做了 百戰百勝這些節目之後 對不對 那之前的過程那就不要提了 就是說我們現在就義工隊 那時候表演的時候 OK 歐陽龍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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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龍 所以她也上不了台嗎 有 後來有 因為她太高了你知道嗎 那女生跳舞她旁邊 她就在上面 她在旁邊這樣圍著她 很難看嘛 女生個子都不高 你知道 然後她老是在台 她每次都唱她姐姐的歌 夢想 她嘴巴很大你知道嗎 我的天啊 天啊 所以那時候大家知道她 是歐陽龍的弟弟 不是 然後現在不是有記者說 她是什麼樣子 根本不是 她真的是她弟弟 你看那個嘴巴 多像她姐姐 她的嘴巴嘛 人家說家裡人 一定有一個地方是像的 但是她有靠著她姐姐 想要在那個義工隊 混點什麼好處嗎 有啊 我覺得她滿個台電話 在義工隊裡面 你看她嘴巴好厲害 打片天下無敵手 小S和黃仲坤兩個人 要合拍壯陽要廣告 你叫什麼名字 棒 James棒 不 你叫棒 真是棒 有啊 有啊 我覺得她滿個台電話 在義工隊裡面 你看她嘴巴好厲害 打片天下無敵手 你們在義工隊裡面 生活很混亂嗎 混亂我不知道 因為如果九點就寢十點就寢 有些人會摸出去 比如說徐乃琳 吳大衛他們那一掛是麻將組的 爬牆出去打麻將 隔壁的小雜貨店 打個這樣子 早上又回來六點 躺在那邊 吃飯了 那除了麻將組還有什麼組的 還有那個 打槍 借錢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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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借錢組 有些人會都先預知喔 以前好像還有送常數香菸 這跟誰借 跟女隊員借嗎 有啊 跟女隊員借啊 義工隊男女隊員可能會發生很多戀情嗎 蠻容易的 欸 連軍官都會欸 所以 早上去相處 我們那時候在部隊的時候 那個軍官多好笑 他在表演 表演完了以後 欸 我想說 奇怪這個軍官這麼有名的軍官 他是我們的長官 你怎麼跟那個深夜嘉兩個搞在一起啊 你兩個都是不倫戀啊 那深夜嘉你也認識啊 很有名的啊 欸 我抱歉你真的很八卦啊 真的很八卦 那其實我跟妳講 他現在也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深夜嘉很有名的啊 所以 而且鏡頭還頭髮在飄 沒有 罵得很厲害 然後他還那個長官還被吊直 所以你以前呢 你自己很潔身自愛嗎 你也有亂談戀愛吧 我不會 我在部隊其實我是屬於那種 我不太好相處 為什麼 我水瓶座A型的 我超難相處 看得出來 其實我跟別人其實 我如果很喜歡妳 我會跟妳多講兩句 OK 如果我不喜歡妳 像我剛剛看到陳昭龍 我要陳昭龍來拍照 快點 陳昭龍 因為我每天都看龍捲風 我就很直接表達她 OK 但如果說我今天我不喜歡這個藝人 我根本看到妳 我也當作透明人 我說妳是誰 醜八怪妳還不想見到我 還不想見到妳呢 我不是 醜八怪都來了 我是真的這樣子啊 我說那妳不想看到我 我也不想看到妳啊 那妳以前主持節目 或是說有一些妳不喜歡的人 來上節目 有啊我以前出來練舞室也是 每次都叫我們講那個 妹子良心話 我說這女人很醜 為什麼要講說妳好漂亮 妳身在好好 所以妳有講吧 妳有經歷過那段時間 就講不出來啊 她覺得明明蘿蔔腿 我說妳腿好修長 我說明明蘿蔔腿 導播妳看鏡頭 怎麼講這個呢 那帶小孩子去上節目 的時候妳有稱讚小孩子 好漂亮嗎 其實那時候我們沒有什麼印象 對不對 因為她們匆忙來打歌 她們是打歌 對 你也沒時間討厭她們就是 也不會啦 那時候也沒什麼討厭人 我覺得她們也變很多 真的越變越討厭 嚇我一跳 為什麼要是越變越討厭 你現在看電視 看到你不喜歡的人 會轉台啊 會 我就不想看啊 會在電視機前面罵嗎 會 我會自己罵在心裡 因為我不要罵給誰聽 我罵給我爸 我爸八十幾歲不能罵給他聽 再次我爸怎麼能刺激啊 不可以了 所以妳看了康熙來的時候 看到一些妳認得 妳知道她們底戲的人 在說謊的時候 妳會在電視機前面說 她在說謊嗎 我會覺得很好笑 妳有那麼好嗎 比如說晉級室內有哪一個案例的 不想看 不用講真名啦 就是叉叉叉世界 比方說妳覺得 徐乃琳來上康熙的時候 還蠻誠心的 我那天在康康的節目 我就講說 徐乃琳上康熙來的那個 接手蔡康永跟那個 徐希蒂的訪問 我覺得她講得很老實 最起碼她買二手車 她會講我就是買二手車 不過像有些藝人 明明她賺二十萬 她說我賺了兩百萬 我就很討厭那樣的藝人 哪個也討厭這種型的 那我這演藝圈譬如說 我今天明明是從一步一腳一走到現在 那我沒有離開過演藝圈 有些人是根本 中間七八年也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也不曉得被誰包養 也不曉得是未婚生子還是到哪裡去 她突然一出來就說 不要比我這邊 你那個手段很可怕 你為什麼還一直干涉她的手勢犯 黃東坤有傳過被包養嗎 有了 應該也有吧 我怎麼會說 有了 但其實有吧 被包養 我覺得她一定有 不是有人傳 就是自己在年輕的時候 那我也不是那種會反擊的人 就是笑罵遊人 那時候你在義工隊的時候 感情史也是應該很豐富吧 我有女朋友那個時候 然後我的女朋友常常放假的時候 就來對上看我 那她跟大家都處得很好 所以是固定那個女人 對 那你不是花心的人 我不曉得是怎麼界定 我是身體還不錯 可是 她竟然關心她的身體狀況 你還是冷啦 你身體很好 小孩子她就這樣 小孩子她就這樣這樣 現在還是肌肉很大 不是我對 你不想讓她演一個那個什麼 丈夫下班回家 帶她去給她送上人生 我也拍過那種第四台的那種廣告 真的嗎 對有拍過 最近還有你扮演老人 不是啊那個是 那個是賣感冒藥的 最早以前 所以她在肌肉裡面 染白頭髮 那她的廣告都是說 吃了會強壯 然後去找為什麼 因為最早以前 我聽那個藥商拍的那個廣告 它就是 就是讓人家那個 算是一種青春的藥嘛那種 那因為我跟她講說 腳本一定要我自己來 我才幫你們拍 因為我是設計一個腳本就是說 我演一個007的造型嘛 我是拿把槍嘛 然後就有一個美女這樣 蹲在我旁邊這樣說 你叫什麼名字這樣子 你會想一下 然後呢 因為我是救了她嘛 一個劇情嘛 你叫什麼名字 Bong James Bond 不 你叫Bong 真是Bong 看完了小S與黃仲坤的搞笑演出後 我們就讓您看看原版的 真是Bong 你常常被邀請拍青春的藥者 內類的 廣告 就是因為你的猛男形象嘛對不對 那個錯覺 OK 黃仲坤前面的牌子寫的小電影是什麼 那個是那個時候 民國69年那個時候 阿兵哥放假其實也沒什麼遇樂 然後就是去 我是在左營當兵的嘛 然後就到高雄街上 然後那個時候有一個文化就是 一般比較過分的那種電影 他不准在那個門口打海報 他通常會 就是正片演到一半突然 一片漆黑 然後就有那種片子 就是露兩點而已啦 還沒有露三點 露兩點而已 對 義大利的那種電影 胡瓜陽凡 我們我啊 趙順李茂山 我們常常當兵沒事 就一起去看 那我們都 左營那一代的那種電影院也都蠻多 就突然一下子好像停電 可是一下接上來的時候 就接錯電影這樣子 那你怎麼知道他多久才接 你要看的這個畫面給你看 你去久了就會內行了嘛 就知道了 萬一拖了半個鐘頭 都沒有上怎麼辦 有的時候運氣不好的話會 那會播多長呢那個 都差不多就三五分鐘耶 然後又回到原來的那個電影去 那你們看在什麼意思啊 就這麼短 可是那個時候對我們來講 就已經是很刺激的事情了 所以你要講民國69年 現在是民國93年 你很方便嘛 什麼網路什麼東西都有 那我們那個時候沒有啊 你說你在當便的時候不太亂玩就是 我當便的時候其實 我坦白講我那時候也不太快樂 因為我覺得我在義工隊裡面我覺得 那些長官啊還有一些同事啊 我覺得相處起來我覺得很痛苦 我覺得那個只是我兩年的磨練時間了 那我覺得很感謝路關義工隊 就是說兩年我學了很多舞台經驗 你說你想進去學東西就都學到了 對就是唱歌啊主持啊 你後來當明星真的跟這個有關係 當然有要不然你怎麼上了台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上了第一個綜藝節目 叫做綜藝版 哇小燕姐 張小燕 苗秀麗 每一個製作人坐在台下 然後在華式的排列室 我們在那邊跳 飛黑黑黑揚揚揚揚 心清楚然後他們就幾個坐在那邊看 好明天來錄影 我不是這樣子欸 嚇死了吧那時候 那是有點嚇 但是問題是心裡告訴我自己 那不行回去也沒關係 回就不要做嘛 那個是什麼時候的照片 這個是藝工隊 你看那時候衣服多炫啊 你看還有月亮星星欸你看 天啊 那時候還有月亮星星 你那時候好苗條喔 對啊 你不要現在講我 你25年以後 你把你的照片拿出來看看 你現在跟現在一樣 你戴牙套的時候怎麼樣講 你為什麼要擋張心靈 對不起 我認識我認識 魏琴見到你的時候 你才幾歲 你幾歲出來唱歌的 我十七歲 對啊 華光易孝對不對 那時候跟現在差多少 從小燕變天鵝 你可以看到嗎 為什麼我這個壞心臉很狠啊 他真的漂亮很多啊 他真的漂亮很多啊 他怎麼不做那個牙套 跟現在差多少 差的根本 你看你跟姐差多少 本來就差很多了嘛 是是是 好 現在差不多了 現在其實有時候 女孩兵姐跟你真的更好 因為你真的要加油 因為我覺得過20年 Danny還是很健康的在看電視 不是 他還是會監督你 不是 康永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觀眾都問說 你們以前怎麼樣 你們以前怎麼樣 我說哪一個人不會老 你看那個詹仁雄 以前跟現在差多少 他以前剛出來做 你是我們製作人嗎 對啊 有嗎 他以前做執事做的是這個樣子嗎 你問他把他以前照片拿出來 他以前多瘦啊 現在胖著這樣你看 什麼都不變 因為有時候能在講別人 他沒想到自己 曹熙明你怎麼胖那麼多 我說你以為我喜歡胖嗎 學姨弟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會不會換下一個話題 原來你們以前異宮軍的事情 好嗎 爆我啊 怎麼樣爆我啊 艾利 我常常被人家講這一句 講得煩似 你坐一下好不好 我都還沒講完 好 可以回那邊坐啊 好 不然我們大家集體坐好不好 沒錯 要坐一起坐 要坐一起坐嘛 真的啊 好 那張也是 對這也是異宮隊啊 你為什麼以前長得跟 連長相都不太 因為我覺得人秀的時候 小心啊還要罵人 你還在那裡 不是因為他走這個路線的時候 跟那個時候不太一樣 這是在當兵 所以會黑一點是不是 這是在異宮隊 所以不一樣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像 像現在你還有什麼化妝 所以那個時候 第一次上台 接受那麼多人的掌聲 就有做明星的感覺了吧 會啦 那時候會覺得好高興 哇 這麼多人給我鼓掌 好高興啊 很小 但是有時候會得意忘形啊 像去外島坐船 第一次坐船好高興 坐到吐了一塌糊塗 到馬祖 他們海軍隊應該比較不會吐 你有沒有吐 我是全船唯一個沒吐 對 那我們 你知道我們新兵 海軍人也會吐啊 有人當三年海軍 這吐三年就是 他躺在他的寢室裡面 他就直接暈船 他就 你知道我們去的時候新兵嗎 我們也不知道 楊澳東是我的班長 然後我們想要坐船 也沒坐過船 要到馬祖 我說這麼遠了怎麼辦 他說你放心 他就說要很自在 好像度假一樣 他就打撲克牌 就在那邊打撲克牌 放心要很自在 你看像我都自備好多這些東西 你看吃了絕對不會吐 你看草莓 不是那個草莓 那種化莓 化莓 來吃下去沒有關係 我們打牌 以前有一個牌子寫珍秀珍是什麼 你跟他一起演出 那時候我還沒有當藝人的時候 我就認識他 因為我們家 剛好在那個 台中很有名的 他應該知道聯美歌廳 台中公園正對面 對 台中公園正對面 聯美歌廳 那是什麼清田 聯美 不是你的醫院的名字 叫什麼 和平 小S到底說了什麼 讓一刻也進不了的曹西平 終於安靜了 沒問題 我說很簡單美女是要165耶 什麼 她今天總算有一秒鐘能安靜一下 你剛安靜 安靜好徹底 突然間很穩 很舒服 怎麼了 對 彈彈彈彈彈 聯美歌廳 叫什麼清田 聯美 不是 你的醫院的名字叫什麼 和平 和平皮膚避尿科 金歌什麼皮 對 叫他講這個嗎 我幫你做廣告一下 早就關門了 我爸早就休息了 現在不歌了 然後那時候有個歌廳 然後那時候我就認識 那時候好崇拜 每次藝人從這邊出來 哇 曾秀珍 哇 那個豬哥亮 哇 許布亮 哇 張蒂 都每天都看很多明星 那很多藝人也會到我家去 因為我們是皮膚泌尿科 有很多藝人會到我家看病 你知道嗎 那不能講了 不好意思了 明星去看泌尿科 那你不是會在那邊探頭探腦嗎 對啊 一定是八卦的啊 明星長得也是一樣嘛 也沒什麼嘛 只是尺寸大小而已嘛 所以你看過很多明星的那個 不能講 很多都還在線上 曾秀珍為什麼會出現在那兒 沒有 我就認識他 然後我就 不曉得是我媽媽還是誰 忘記了 然後我就在義工隊 你知道義工隊每一年 除夕之前都有一個很大型的晚會 在陸軍總部 那副隊長他們就講說 我跟你講喔 你們要找藝人來喔 如果沒有找藝人來 今天這個晚會 我告訴你演不出喔 你們不要想放假 過年不要想放假 那我們就想辦法找藝人 認識誰啊 就扣著臉皮打電話給人家 就打電話給曾秀珍的媽媽啊 請秀珍來幫我們表演啊 根本哪有什麼錢 你知道部隊哪有什麼錢 都是這樣關係啊 拜託人家 結果那時候找了曾秀珍啊 還有什麼什麼 還有好幾個藝人來 所以因為靠你的力量 對 但是你會覺得很歐啊 那為什麼別人不找呢 為什麼我們要找呢 對 你就會心裡會覺得 他還有另外一個朋友就是 歐陽龍 他姐姐 為了歐陽龍 從日本回來還帶樂隊了 你看 真的啊 所以他已經是巨星了嗎 他本來是巨星 一直都是巨星啊 在部隊有沒有被打過 不會 真的嗎 沒有人跟你吵架 吵到要打你嗎 人生沒有被打過嗎 沒有 真的 因為我是屬於那種 我的字典裡面 死如果都不怕的話 什麼都不用怕 我現在人生生活態度就是這樣 這不表示你不會被打 真的 我告訴你 許乃琳那天講那個話就跟我很像 打沒關係 我們就來對打 反正就是這樣子無所謂 反正我跟你講 我們是眷村出來的小孩 根本也不怕 你也是眷村的 不是哪裡來的 不是誰人喔 我台中的耶 換不得一直講我們台客 我三世我媽好男嗎 我們台語到旁邊就說 我台灣人 你自己說你那裡逢東京的嗎 我台灣人 老外公 不是他人一直講 什麼事都可以吵 不是 我覺得你比我像台客 憑良心講你比較像台客 對啊 而且台客有什麼不好 對不對 沒有啦 你是大家在說聲笑 就不要緊了 來 繼續 你在部隊裡 表演得很好 可以換到什麼 可以換到放假嗎 不會 我覺得表演得很好 是因為你得到掌握的賞識 你可以學到民主舞蹈原來是這樣跳 原來是唱這種歌是這樣的唱法 其實像現在我們看那個胡瓜洋 凡在主持節目 很多內容其實是我們當兵那個時候的 學了內容 對 黃仲鑊那時候上台一定要唱的歌是什麼 你說過吧 就是那個是我的唱名曲 一定要唱 你其實沒有那麼愛唱那種 你說過我還滿喜歡唱的 因為其實唱起來滿輕鬆的 又不是要跳舞 然後又帶著吉他 因為我舞蹈動作又差嘛 所以 整個吉他在我前面的時候 可以把我的那些缺點可以蓋住這樣 你舞蹈動作差 那你現在去夜店要跳什麼 現在跳舞 跟舞蹈動作有關係嗎 現在跳得要躲 所以你是走內掛的 我會隨著音樂搖擺我的身體 可是 如果是那種排練過 像他們那種 有板有眼的 那個我不會啦 而且不是以前那種舞蹈都是有節奏的 你不能說 你不能這樣 你都知道這個的 那一點節奏 那節奏感都沒有啊 那個我會 那個我會 他的哨子真的很有用 對 我很好奇 你是每個綜藝節目都會帶哨子嗎 不是 因為我帶哨子 因為很多人不了解原因 就是說為什麼你帶哨子 因為我們去上節目 你記不記得一開場 譬如說張飛一開場 旁邊一大堆藝人 那每個都要搶話搶對不對 但有些人話很無聊啊 然後話有很多你就這樣 你不要再講了好不好 煩死了 無聊的警察就對了 不是 因為別人不敢講嘛 對 那她明明覺得她講 這個女明星講得很無聊 你覺得她話你根本就無聊 胡言亂語什麼東西 不要再講了 真的啊 像有時候謝麗菁她說 我是什麼超級什麼宇宙大美女 我就聽不下去 我說謝麗菁妳哪裡美啊 妳身高都不到160 妳知道哪裡美啊 我說妳那美女是要165耶 所以我也不算是囉 她今天總算有一秒鐘都安靜下來 妳看安靜了 妳安靜得好徹底 突然間很舒服 她對妳不錯耶 她沒有當好的度 對 妳真的猜不到妳 不是 因為我喜歡小S是她的真 所以她其實不漂亮嘛對不對 因為她也是 妳可以告訴我哪兒去啊 讀書人 她算是漂亮的 因為現在的年代來看美女的眼光 我覺得是算漂亮的 什麼故障 什麼現在的年代跟我們以前看 妳那個年代的美女是誰 妳覺得漂亮是誰 像妳江 林青霞 對啊 林青霞 崔台青 江陵 她們都是屬於那種 妳知道嗎 那個時代的帥哥美女就是 她是有一個樣板的 比如說秦漢秦翔林 一八零的 欸 妳們義工隊不挑的嗎 我們義工隊是一定要175 妳們義工隊不挑的 隨便 像胡瓜那麼矮都可以 對啊 李茂生也是我們 對對對 所以她們義工隊不挑的 不共同 我們是很注重財的 真財實料 所以妳看 李茂生金中獎 四個那麼中獎 你們兩個單位還要比 而且我覺得郭大哥今天真的很倒楣 郭大哥搖粉一直被 一直被唸到 我們都在那義工隊很出名的 就是我們的鼠萊寶劇那些短劇 因為我們環肥燕獸各個樣的角色 像趙順那種死胖子也有 他就是演那種 不是 他就是演那種 賣山東大饅頭的那種 所以我們的戲就比較好看 那有李茂山那種 胡瓜羊帆那種 那戲都演些什麼內容 大部分就是比較 正面的意識的什麼 泰國的 什麼保密房碟 青天白日耀中華 然後我最記得青天白日耀中華 那年也是跟他們要競賽 比賽要得什麼金像獎那個 然後我們最後一首歌叫 青天白日耀中華 大家都跳 跳得跟真的一樣 最後一幕是我們男女生都要疊在一起 然後就是好像要趴著這樣子 然後每個人都要趴趴 然後最後有一個人 他拿著國旗出來 然後踩著大家的背踩到上面 然後把那國旗拿起來 青天白日耀中華 對不對 然後燈光打著那個國旗 然後燈光打著國旗 然後整個就羨慕嘛 對 他不是那個人 那天大概緊張 腿軟 青天白日耀中華 他就倒 他就昏打 然後就看著那個國旗這樣 然後 背長那個臉上 好可怕 不是 因為你連續 你問他 連續彩排 一天排 每天排每天排 就怕你忘記動作 就腿軟掉 對那個人腿軟掉 因為他又是練功夫的 然後我們就看著那個國旗 你這麼大一個國旗這樣 青天白日耀中華 你連續彈吧 對 好可憐喔 到現在還沒退伍 我也還沒退伍 我覺得今天主持好輕鬆 不太需要說話 那全部交給你就好 不會啦 你現在去台中買單 不是 因為本身我就喜歡看你們節目 所以我今天來上節目 我很開心 然後我跟我那個可麗餅店的客人講 我說明天晚上去路 我從台中要去台北路抗溪來 他說真的啊 那裡要跟那個蔡康永跟小艾石 跟他們講說我們台中觀眾好喜歡看他們的節目 現在沒有在舞台上常常表演給觀眾看會濟養嗎 我想要開一個演唱會 現在很流行啊 如果我開演唱會的話 我會先把自己先減肥 然後我會把歌曲排好 然後我會先預售 等到票的錢都收好了以後 才再找場地 誰拿到這個說 不是 因為他說 你排了半天沒人來看 那不是很丟臉啊 對不對 先把大家的錢都收好了 場地我們租了 場地也付了 那樂隊老師也好解 不能說 停在那邊自己唱高興的 那不行啊 那我會問 我會問很多觀眾的意見 但是也不一定 這個願望 當然每個人都有願望 那能不能錢不知道 那我現在唯一的願望就是說 把爸爸照顧好 這個是我最大用 其他我也覺得 也不想太多了 有一圈能做就做 我也不像他們那麼愛演 每天二夜連續劇 我不曉得他們會怎麼愛演 我不知道 那你這是隨緣啊 新爆隨緣的菜式 隨緣但是也要有錢過日子 是 所以我們拭目以待你的演唱會 那到台中去的人 可以去光臨你的 可力比 你就記得在台中公園 蔡南竹很多那裡 了解 謝謝兩位大哥今天來玩喔 謝謝 謝謝